我最爱的女人们是最近比较火热的一档综艺节目 里面有很多的明星夫妻都是大家二熟能详的 其中原成杰和陈千千夫妇就有参与 但是很多网友都对这对明星夫妻进行抨击 原成杰自从有了老婆以后就事事以老婆为中心 对自己的老妈也不怎么关心 这次进行母亲呼唤 张论硕妈妈就成了原成杰和陈千千夫妇的妈妈 有一次原成杰夫妇下雨天用50欧在外面买菜逛了半个多小时 张论硕妈妈就很担心他们俩的安全 因为她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 所以原成杰夫妇一回家 她就说到了他们两句 陈千千解释道自己是想买便宜的才在外面这么久的 回家之前她还以为妈妈能夸奖自己 没想到等到的确实不理解 后来张论硕妈妈看见孩子们衣服湿了 就让他们去房间换衣服 最后还来了一句真是的你说 这让陈千千特别的不满意 脸上的表情都变成半笑不哭的那种 看起来特别尴尬 本来张论硕妈妈心直口快并不是什么大毛病 现在这一下子肯定生活不会太如意了 你们觉得原成杰夫妇的做法对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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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订阅